致信儿子 作者 麦家 儿子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 你已在我万里之外 我则在你地球的另一端 地球很大 我们太小了 但我们不甘于想 我们要超过地球 所以 你出发了 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远行 为了这一天 我们都用了18年的时间 做准备 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一次远行 有了这一天 你的人生 才可能走得更远 我没有到过费城 但可以想象 那边的月亮 不会比杭州的大 或者小 那边的房楼 一定也是钢筋水泥的 那边的街怒 照样是人来车网的 那边的人 虽然肤色貌相 跟我们有别 但心 照样是要疼痛的 情 照样是要圆缺的 生活 照样是有苦有乐 喜忧参半的 世界很大 却是大同小异 也许最不同的是你 你从此 没有了免费的厨师 采购员 保洁员 闹钟 司机 心理医生 你的父母 变成了一封信 一部手机 一份思念 今后 一切 你都要自己操心操劳 饿了 要自己下厨 乏累了 要自己放松 流泪了 要自己擦干 生病了 要自己去寻医生 这一下 你是那么的不一样 你成了自己的父亲 母亲 长辈 这一天 是那么的神奇 仿佛你一下就长大了 但这 只是仿佛 不是真实 真实的你 只是在长大的路上 如果不是吉星高照 这条路 必定是漫漫长长的 坎坎坷坷的 风风雨雨的 我爱你 真想变作一颗吉星 高悬在你头顶 帮你画掉风雨 让和风日丽 一直伴你前行 但 这是不可能的 即便可能 对不起 儿子 我也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 因为那样的话 你的人生 必定是空洞的 苍白的 弱小的 只多 不过是一条缸里的鱼 盆里的花 挂着铃铛叮当响的宠物 这样的话 我会感到羞愧的 因为你真正失败了 你可以失败 但绝不能这样失败 竟然是被太阳晒死的 是被海水咸死的 是被寒风冻死的 作为男人 这也许是莫大的 尺和辱 好了 就让风雨与你同舟吧 就让荆棘陪你前行吧 既然有风雨 有荆棘 荆棘中不免加着雷电 荆棘中不免埋着陷阱 作为父亲 我爱你的方式 就是提醒你 你要小心哦 你要守护好自己哦 说到守护 你首先要守护好你的生命 要爱惜身体 要冷暖自知 劳逸结合 更要远离一切形式的冲突 言语的 肢体的 个别的 群体的 青春是尖锐的 莽撞的 任何冲突都可能发生裂变 而生命是娇嫩的 这一点 我只想一言蔽之 生命是最大的 生命面前 你可以理直气壮的 放下任何一切 别无选择 其次 你要尽量守护好你的心 这心 这心不是心脏的心 而是心灵的心 它应该是善良的 宽敞的 亮堂的 干净的 充实的 博爱的 审美的 善是良之本 宽是容之气 亮了才能堂堂正正 不鬼祟 不枉凉 心若黑了 脏了 人间就是地狱 天堂也是地狱 心若空了 陷阱无处不在 黄金也是陷阱 关于爱 你必须做他的主人 你要爱自己 更要爱他人 爱你不喜欢的人 爱你的对手 爱亲人朋友 是人之常情 是天理 也是本能 是平凡的 爱你不喜欢的人 甚至仇人 敌人 才是道德 才是修养 才是不平凡的 儿子 请一定记住 爱是翻阅任何 关爱的通行证 爱他人 是最大的爱自己 然后我们来说说美吧 如果说爱是阳光 那么美就是月光 月光似乎是虚的 没用的 没有月光 万物照样慢生慢长 开花结果 但你想象一下 倘若没有月光 我们人类会丢失 多少情意 多少相思 多少诗歌 多少音乐 美是虚的 又是实的 它实在你心甜 它让你的生命 变得有滋有味 有情有义 色相俱全的 饱满生动的 呵呵 儿子 你的父亲 真饶舌是不 好吧 到此为止 我不想你 也希望你别想家 如果实在想了 那就读本书吧 你知道的 爸爸有句格言 读书就是回家 书这一张纸 比钞票更值钱 请容我最后饶舌一句 刚才我说的 似乎都是战略性的东西 让书带你回家 让书安你的心 让书练你的翅膀 这也许就是战术吧 爱你的父亲 2016年8月21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